接著就到part B2 就叫我們建立一個95%的confidence interval 對於我們剛剛的學校病房 每天是少於四個visit的confidence interval 我們可以考慮就是require confidence interval 這就應該等於我們這個mean 0.57減一個數 0.57加一個數 由於今天是95%confidence interval 它的set value就應該是1.96 然後回想一下 要不就每天少於四個visit 要不就每天多於四個visit 即是是和不是的話 這個其實是一個binomial的distribution 所以它的sd的計法就是 開方0.57乘以1-0.57 除回人數就是100的情況 所以就是0.57乘以1-0.57 再除回100 所以就按一按機 1.96乘以開方0.57 再乘以1-0.57即是0.43 除回100 我們先查一下 打錯了這個數 這裡沒有100 這裡就沒有括號 這裡沒有括號 我打錯了 出來就是這個數 0.0970 我們把它儲存到a 所以這裡就是0.57-a 出來就是0.4730 然後那個upper limit就是0.57加a 那就會是0.6670 OK就是這樣 那就成功做到part B2了